第一隊的挑戰者Calvin和Juline 分別去了龍莊和Cafe 21體驗工作 兩個人鬥得難分難解 上集還要兩個都成功奪得半屬新人王 來到這一集 將會展開另外兩位挑戰者的工作體驗 爭奪我們終極新人王 一齊看看他們的實力到底是怎樣 Halo 我想找Karen 我是Karen 你是… 我是凱琪 你好 我是今天你們的實習教練 女教練 Owen 竟然這麼人齊 換衣服吧 好啊 立刻 這裡陽光與海灘 不知道兩位猜不猜到來做什麼呢 我就是知道來體驗某些水上活動 嘩 真是不知道啊 說真的 收不到風 水綠教練 即我要教人的 教人怎樣去做這個水上活動 你們兩個畢竟都是對手啊 那你們又怎樣看對方呢 雖然不想這樣說 但是他看起來比較有書身形 好像很若不耐風 所以我覺得在運動方面 我是比較拿手 我看他今天裝束應該都很… 很Sporty 即是看他都是比較運動開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略成一籌 不是吧?Owen 未開始就已經打定輸數 看看海琪的任務卡 需要令對方有輸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輕鬆的 看怕海琪都應該沒什麼難度了 不知道Owen的任務又是什麼呢 掉落水的次數比對方少 嘩 難一點 工作體驗之前 讓Karen帶你們去了解一下赤柱戶外訓練營的日常運作吧 好 這裡就是我們的天台了 我們曾經也做過一些婚禮的現場 亦都可以有一個天台露營的位置 整個位置都可以設置到大概四五個的營地 可以在這裡over night的 一望無際 沒錯 我們其實在海方面 我們都有一些水上活動的 水上活動都包括了 杜木舟 靜立板 立浪艇 風帆 以及充氣水上活動的 這裡都是我們其中一個休息的地方 營友門都可以晚上在這裡坐下聊天 或者如果是團體的話 還有少了個briefing 這個也可以的 我們跟其他形勢有點不同 我們其實有些房間是會有雙人的上下層架床的 所以有些房間的人數就可能六個人最少 最多可以睡到八個人 超級開心 超幸福 那時候中學都沒有這些 好 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 你看到我們這裡 這裡是我們的共享空間 也是我們的餐廳飯堂的位置 那如果你吃飯的時候就可以在這裡吃飯 晚上可以過來坐下聊天 還有這條樓梯看著海其實都蠻好看的 嘩 又可以望遠無敵大海景 給你們chill完 欣賞完海景就正式入氣浴 馬上準備第一個挑戰啦 好 其實這次的實習是有關於一些導師的工作 那這次我們就會玩羅馬炮架 作為一個導師 其實有三樣東西是需要之前去想定和做準備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道具 物品 第二是場地空間 第三就是頭備方案 那接著就到活動圖中 導師是需要做些什麼 就要留意大家的反應 細心聆聽 還有作出對的回應 那首先我們都有一個小道具提供給你們做一個參考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羅馬炮架的模型 那首先麻煩幫我拿兩支竹筊來中間 嘩 都挺適合的 是嗎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輕 這次會教你們的繩結叫做四方編結 英文叫UNO UNO 首先我們要把繩固定在其中一條竹上面 我們會打一個繩結叫做雙套結 雙套結 誰的套 套用的套 哦 不是兔仔 我這個 哈哈哈 好 我們首先要把繩圍著竹 打一個交叉 打完交叉之後 繩會在交叉中間推過去 那就完成了雙套結 接著之後我們剛才的繩結叫做什麼名字 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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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哦 接著是 N N O是沒有住的 我們要把它 要有幾個N 沒錯 我們要做三個UN 接著之後最後英文字 O O的話 其實我們就要把兩條竹中間夾進去 一個圈 一樣 三個圈 然後就好像加油一樣 你看到那段結 純粹靠靠靠靠靠靠靠 然後我們就頂得一個圈 這樣就可以頂住整個繩結 哇 很穩腿 現在這個就是你們體驗的時間 好 我們來 先綁在一顆竹中 Netflix 慘了第一個步驟 已經忘weit了 雙套結就是這個樣子 接著是基本上 先打了交叉 然後這樣 OK 好 下一個步驟到你了 UNO來說很簡單 是 這樣 然後 N 放到這裡 然後 然後 我感覺到自己可以在這裡做 可以開始O 好大力 收尾就是雙筒 是 Let's go 是不是很累呢 好 還有一個 超累 先綁了一個結就叫累 還是那句 製作組又怎會這麼容易被你們過關 說明是教練的體驗 當然要你們去教 派兩個小幫手給你們 你們好 你們好 餘下時間交給你們了 小幫手 拿足 首先我們要做個雙筒 就像平時幫鞋帶一樣 是不是 可能一條繩有點不夠長 剛剛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好像有點怪怪的 錯了一個成結 感覺到這個位置已經扣分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後面追反分 可以嗎 小夫 YOU 是不是 然後小夫就要大力幫我 大力斜 我又要 大力斜 又給你大力斜 然後最後 最後解回結他了 OK 打回平結 YA 請問這個小幫手 你明不明白 誠師 誠師 即是都知道誠師 待會怎樣打的 真的明白 等一會你就知道 好了 凱琪到你了 好 我們第一個步驟 拆開結 你剛才有沒有偷聽到一點 聽了但不明白 不明白的 不要緊 我教你 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綁個雙套結 放著一個圈 偷叉位 YOU 我們怎樣固定兩顆粥呢 就有一個UNO的結 怎樣為之U呢 扯緊了之後 U在哪裏 告訴我 這裡 對啦 好 然後就是N了 N在哪裏告訴我 這裡 對啦 海琪好像有點辦法 小幫手越來越上手 有了 我們就可以隨便在其中一顆粥 那裏做回 以雙套結收尾 看到嗎 剛才雙套結怎麼綁呢 來了一次 哈哈 好像綁鞋帶一樣 這樣就搞定了 好耶 謝謝大家 最後一部分 組裝 一個在這裡 另一個 就會在這個位置 可以嗎 沒有問題 明白的話就開始 第一個就是雙套結 那開始就UNO了 知道怎樣是U嗎 OK 那就不用等它了 靠你了 嗯 我要借了地 重新來過 OK 做得好 最後一個接合點 等他們先搞定 出色的人就去休息 快點啦 因為你們前方飯 OK 我都很出色了 我都可以 對 然後混合他們一起 可能要兩個人幫忙托下麵 嘩 不可以得到這個女人 大家頂住 OK 好 最後一個 將這個布 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穿過來 可以嗎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做的 小幫手 你覺得你今天會不會贏到 其實 對著你就未必 嘩 厲害 凱琪輕而易舉 完全沒有難度 奧運 我都幫不了你 嘩 給自己一點上升 辛苦完一輪 接下來下來 終於都可以玩了 兩位會進行投彈比賽 每人有三次投擇目標的機會 擇中目標最多 就為之贏了 好 玩羅馬砲架 我們都要聽指示 會有入彈和發射 節奏上都要跟上教練的指示 來囉 好 麻煩入彈 上彈 勤層 發射準備 1 2 3 好有力氣 掌握到力度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樣是怎樣瞄準目標呢 這個位置就是用大家的力度 將羅馬砲架 導致前農 跑左後 算不需要 心想你 可以嗎 OK OK的 OK的 麻煩你入彈 打仗 上彈 2、1 發射 哇 其實真是 值得玩 真是全中 看你表演 安全OK 麻煩你上彈了 前面有敵人經過 Good 就可以好了 OK了 2 上彈 上彈 安全OK 可以準備發射 3、2、1 第一次是OK 第一次試 這球是掃球而已 還可以了 麻煩你上彈 上彈 可以準備發射 你認識我吧 3、2、1 看來要再大力一點 OK 好 請上彈 緊張 可以發射 不要緊的 成績就有目共睹了 有目共睹了 其實你都很好 全球重心 喂喂喂喂 這個世界當然是 喂 你這些 你真是 好 你們的目標已經達成到了 那一點 興奮 刺激 刺激 好玩 接著我們有幾張貼紙送給大家 Yeah 首先就是目標 我們剛剛目標已經是枯枝欲出的 Yeah 謝謝教練 到投入 我覺得投入是Owen的 因為Owen在很辛苦的情況下 寄完所有成結 然後就慢慢慢慢組織 Yeah 謝謝 Yeah 這個回合可奇略勝一籌 拿到三張貼紙 而Owen就拿到兩張 唉Owen 你下個回合可不可以不要再輸 給個信心來看看 好 大家變身了 對呀 今天我們下水 作為一個教練也好 我們首先都要看看參加者的衣著 首先我們下水鞋很重要 還有自己的保護衣物 防曬衣物 接著就是我們玩水的活動 我們就是玩我們身頭的直立板 好 我們簡單做個熱身 這個頭向上面 對呀 我們在最後做活動之前 我們一定要熱身 向下看 接著我們就說一些關於下水之前的安全 懂游泳嗎 懂 懂的 對呀 我們下水就必須穿著座浮衣 為甚麼叫座浮衣呢 因為跟救星有點不同 救星衣的舌頭是幫你的頭向上 座浮衣其實只是幫我劫助你 首先我們私儀過來這邊 你有玩過嗎 沒有呀 我聊天 我的目標是不掉下水 這個也是 Owen 你又是 你記不記得這張任務卡嗎 掉下水的次數比對方少 大家不要下水 兩個都不掉下水 你的任務不算達成 首先知道直立板有甚麼器材 你看到我們有腳繩 還有一支邊的 這支掌其實是可以伸縮的 我們會看到好像鴨掌那樣的物體 鴨掌叫做長輩 Sensei Sensei 長輩向外的 那蛙掌是怎樣蛙呢 向前走的時候是向後 如果想向後走呢 去向後面 那如果你說轉彎的話呢 你可以把長輩伸遠一點 哦 放到水裡 畫一個大半圓 大致上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 沒有 那我就說怎樣下海了 那去到哪個位置上水呢 大概水深 接近盆骨位 屁屁位 你可以一二三 按魚屁板 跳起 將個人 躺下去 你就可以像滑浪板那樣挖幾下 OK 如果你覺得穩了 將雙手 按著那塊板 然後就將腳縮過來 那要到挖到差不多了 我們要站起來 大哥 好 都是一樣 首先按著那塊板 站起來 其實將個人 不要向前衝 你要將重心向後 慢慢站起來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難 直接出海下水 不要向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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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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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前衝 你是不是先放上架子 嘗試一下站起來 嘩 好害怕 嘩 嘩 嘩 好害怕 嘩 腳都震了 不要向前衝 哈哈 這個很可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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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都震成這樣 待會比賽你們搞不搞得好 這個回合是要你們鬥快 然後用最短時間去到充氣浮台 然後在浮台上自拍 然後回來就可以了 看完你們練習的表現 真的替你們擔心 Karen找了沛兒和你們一起出海比賽 實際是看著你們安全 大家加油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Owen準備好嗎 凱旗準備好嗎 準備 3 2 1 GO 快點 快點 Owen很快 嘩 剛剛才開始 Owen已經一支箭去到浮台了 凱旗也不倒輸 追到Owen緊緊緊緊 OK 接著是要勾住什麼 哎呀呀呀呀 不要走啊 喂 我說你不要 我要脫腳繩 不是嗎 他要脫 轉過對面 自拍呢 在哪裡啊 你在那裡 啊 是不是可以逃走啊 你拿著 啊 啊 啊 之後呢 需要自拍手式啊 1 2 3 4 是不是要回去啦 是啊 多快回去 他們 走 走啊 走啊 happen 等會 快 等會 走啊 看來 猜不到是反高潮 又起步慢的海奇率先完成 Owen 你也很厲害 如你所願沒有掉落水 看到了嗎 這麼快一開始有鬼用嗎 其實我原本打算比賽可以再刺激一點 但是參賽者不是很給力 我很給力的跟你說 很潤水而已 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這項運動比我開始想像是更加刺激 我常常見人站在板上挖一下挖一下 我心裡有什麼好玩 原來當你站上去要顧及的東西很多 以及風向那樣東西 整個人就會很專注去如何去自己的目標 定台神針 我覺得是大挑戰 說真的我是害怕到腳都震了 腳都震了 但我覺得有個小秘訣就是要看著前面 對 然後我就沒那麼害怕 我們也有個小頒獎屁指環指 剛剛比賽兩個比賽 其實都是凱琪贏了的兩個獎 但Owen我看到你當初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也想送兩張給你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最後真的成功回到你 真的很好 還有我也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看到剛剛佩儀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做了什麼呢 保護我們 安全 保護我們 好 你回答了 謝謝教練 快問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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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的 嘩 搞錯 第三條 HUP的腳繩是否一定要用 A是 B不是 A是 對的 耶 第四條 羅馬砲架是用什麼成結 A是UNO B是UFO A UNO A是雙套結 對的 對的 第五條 羅馬砲架 第一個結是用什麼結 A雙套結 B平結 A雙套結 對的 到男生了 第一條問題 營地當中有幾項水上活動 A是5項 B是3項 應該多些 A是5項 對的 你看我不會欽利 我沒有欽利 第二條 哪一項是我們營地的項目 A是直立板 B是龍舟 嘩 這條很難 我猜到A A是對的 第三條 房間除了有單人的烤架床 我們還有什麼床 A是摺床 B是商人的烤架床 B 為什麼你的問題這麼簡單 第四條 有什麼是導師活動前要準備的東西 A是食物安排 B是活動的用品 食物安排 不吃東西那些學生會餓死的 你又說得對 好吧 B 多謝 最後一條 我們營地會在哪一區 A是南區 B是西貢區 南區 南區也是對的 謝謝教練 好 今天見你們這麼好表現 現在請你們吃菠蘿冰 菠蘿冰 辛苦這麼久 快點吃吧 好啊 那不如問問你們 覺得今天的活動如何 怎麼樣啊 我覺得是超級無懶的 刺激 因為本身我以為自己會很爭 但我可能很推薦這些年輕人過來玩 因為可以克服你們的恐懼 早上我們是組裝炮台 一開始是覺得真的很累 不停在扯著繩子 超累的 我沒想過拔繩那一刻是要這麼大力的 但當整件事做完之後 大家一起發射炮彈那一刻 其實是很開心的 很大滿足感 開心 我都覺得你們今天做得很好 其實你會覺得玩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純粹是玩 但得到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作為教練 或者導師想賦予給大家的東西 Karen我想問一下你 為什麼一開始你會想對教練這個行業有興趣 如果是歷奇這方面這麼有趣 為什麼會進入呢 就是因為我小六的教育營 因為教育營其實都會有一系列這些活動 我都覺得在這個教育營裡 其實改變了我很多東西 我自身的自覺挑戰 講多了話 或者是我的行為其實也有改變 足使我到現在大了 我也很想在這個學業發展 那你當初入行呢 有沒有遇過什麼困難 困難就是未試過會害怕 為什麼未試過會害怕 就好像你們玩活動一樣 可能打這個活動 可能我們有經驗見過 但自己親身走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我們就怎樣去令到大家 可以達到我們活動的目標 這樣東西都是我們要慢慢踏出 和經驗所得來的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其實都會想嘗試在這個行業發展 會不會可以跟我們說多些 怎樣可以開始這個行業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其實好像我們營地這樣 我們都會有不同學校的實習活動 或者我們都會有一些夏日課程 我們都會請一些暑假大使 其實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報名 如果更加想再進一步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都需要一些 合資格的技能 所以都要出去去找一些相關的機構 去考取一些合資格的技能 都是香港必須要有才能夠帶領的 那怎樣可以報名 暫時我們都是根據學校 接下來我們都會公開一些暑假大使記 都會去留意我們Facebook、Web site 播不播? 你播不播? 你播我吧 這個時候 不如你們猜一下對方的任務是什麼 你的任務是什麼? 我掉下水的次數 不少了對方 我們都沒有掉下水 我的任務就是要令你有輸的感覺 我已經是成功令到你說了 又到了公佈分數的時候 雖然Owen贏了兩個回合 但凱琪憑著成功完成任務反超前 以14張貼紙擊敗10張貼紙的Owen 所以凱琪成為今集的半屬新人王 下一集將會迎來最終的回合 想知凱琪和Owen能不能超越暫時總分最高的Calvin 成為第一季半屬蛋糕的終極新人王 就要看下集啦 一起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M21 兼按著小鈴鐺啦 很簡單 再集結束 一集結束 我們可以看到